其實如果沒有手套沒問題 用毛巾放在蠔上 怎樣為之插入了 拿著一把蠔刀可以定住 不會動來動去 然後好像開鑰匙一樣 轉一轉 然後聽到把石 然後把刀拔一拔出來 我們把蠔刀黏著殼 慢慢打開 來到這個位置 然後切開 盡量黏在面上切開 這樣一隻蠔開出來就會變得更好 怎樣可以撿一撿邊 我們可以用手撿一撿 因為通常殼碎都會黏在尾邊 我們把蠔刀拌出來 用手撿一撿 想方便一點吃的 我們輕輕剪一剪 這樣蠔就完成了 第一個就是檸檬汁 檸檬汁可以蓋腥味 最簡單的方法 第二個就是加了威士忌 會令到齊子感豐富一點 因為這款威士忌 會有煙燻味和鹹味 最後一個就是最傳統的法國醬 乾蔥紅酒醋汁 這個感覺會爽口一點 味道會有些不同 也可以減低它的腥味 其實我建議什麼都不要放 就這樣吃完味就最好吃了 其實吃海鮮就不時不食 山蠔一定要選出產地是冬天 現在這個時候 其實說美國、歐洲 歐洲例如愛爾蘭、法國、英國 這些季節都會適合吃的 如果你喜歡吃甜味豐富一點 可以選美國蠔 美國蠔會甜味豐富一點 但我不會提議選太大隻的 我會覺得中馬和細馬就適合了 如果法國蠔 就會多一點海水味 鹹味豐富一點 通常會帶一點甜味在最尾 我會提議選擇第二種 就已經適合了 因為如果在家裡自己開 太大隻很難用